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好 歡迎歷靈 阿尼達以及林樹豪 決戰夏日記者會的現場 你好 今天主持人張立祖 2015年的夏天 阿尼達以及林樹豪 奉召所有熱愛籃球運動的女朋友 另外還有所有熱愛訓練的民眾 一起來決戰夏日 那在我們今天的男主角出場的時間 在記者會一開始 我們先來觀賞一下 一直由阿尼達所提供的 25年公務決戰夏日的精彩影片 下 I don't need it Expectations Who cares Made the place That's what I care about Feeling the moment And letting it fly 謝謝 I take you 謝謝 I take you 好嘞 大家真的期待很久了 而且各位人在看完影片之後 相信各位媒體朋友也迫不及待的 希望我們I did us take us 是他們的代言球星林舒豪 接下來我們就用最熱意的掌聲來歡迎 林舒豪 Jerry 歡迎 好 舒豪 Jerry 我們現在在場中央視野可以 現場多多今天到現場來看 你的美女朋友來拍幾張照片 我們先來看一下正中央好嗎 好 順便跟大家揮揮手 請大家揮揮手 好 有非常多的媒體朋友 可能從今天一場的時候 早上就在一場 整個舒豪 整個Jerrymy 一起來帶到今天記者會 Jerrymy 再把事情移到左邊這邊好嗎 Jerrymy 我們稍微把我們的腳步 稍微移動到左邊 才移動到左邊 其實我們往左邊的移椅對視太棒了 左邊的記者朋友來拍幾張照片 好 Jerrymy 我們再把腳步的移到右邊 再給現場的美女朋友來拍幾張照片 好的 我們最後再回到正中央 好 我們再回到正中央 再給現場的美女記者朋友來拍幾張照片 好 謝謝Jerrymy 請Jerrymy就坐 同時也請我們工作人員來收一下籃球 好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Jerrymy其實從國天 應該說今天 凌晨的時候 也有很多美女記者朋友到桃園中登機場等著你 我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球迷朋友 在機場來迎接你 到今天記者會的現場 Jerrymy先開始先跟我們來談一下 先跟我們來談一下 就是 今年 你再次以Adidas 代言籃球球星的身份回到台灣 是不是有不同的任務 如果說跟 Jerrymy跟去年來有做比較的話 Jerrymy 第一就是我想 謝謝每一個球迷 然後也謝謝每一個朋友 我知道 昨天晚上你們都 等了很久 然後我知道你們都 今天早上也需要行動工作 所以我很感謝 我知道大家可能很累 然後 就是今年我跟Adidas 我們有安排說 就是 很好玩的活動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鼓勵 台灣的小朋友 繼續 打籃球 努力的練球 好 所以Jerrymy 開始先跟現場的每天 沒有大聲招呼 同時 我們知道休賽 今年對一個職業球員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在out season 不管你是任何一個層級的 職業運動員 特別是NBA職業籃球聯盟 有400多名的職業球員 這個休賽季out season 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們Adidas 的takeout summer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能夠在這段時間 在夏日 投注你對籃球的熱情 還有對聚力的專注 Jerry 另外來談一下 就是說 像我們轉播員 play by play play 我們在休賽季的時候 你要訓練自己 我們訓練自己的 也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肺活量 當Jerry在新賽季投金之後 我們可以打 It's good 所以我們需要 在休賽季那四個月的時候 也要訓練自己 那對你來說呢 我想先請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在過往你的夏日籃球訓練當中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差不多這個禮拜以前 我跟Steve Ash在洛杉磯 我們有一起訓練 然後他就是跟我說 我需要慢慢調整我的姿勢 因為我的肺非常慢 所以他說 我的動作 我的速度 如果我可以 跳什麼 就是我的 我的動作 會有比較 會比較有效率 然後我也 我也有 拍一個YouTube的影片 所以 我們有 在那個SAT上 就是 練習我的 防守能力 Jerry 你談到 跟未來明天堂成員 CMS 一起訓練的過程 那 請Jerry來談一下 就是說 今年的夏天 剛剛談到說 過去有趣的事情 今年的夏天 你訓練的目標 我有 四個最重要的目標 第一 就是我 剛剛談了 然後第二 就是 我也會 改我的 頭來動作 我是很大的 改變 很小的 通常我的 出手的位置 就是比較高 比較後面 就是 在這裡 可是我會 小一點點 然後低一點 往前一點 然後 希望這樣子 我的 出手速度 會比較快 我會比較穩定 希望我也可以 成立 我覺得 我知道我每年 三個球名中 也有 慢慢提高 可是我希望 然後我也自己 相信我可以 到百分之四 然後第三個 目標 就是 加強我的防守能力 我知道 我每年有進步 可是我要繼續進步 我知道 去年 我需要 就是 繼續練習 我的Pickroll 的防守 然後 第四個就是 運球 我覺得如果可以 加強我的運球 我就會 減少我的失誤 所以 我跟我訓練師 我們有看 這個 Analytics 我們有差不多 15到20個 Analytics 我的經紀人給我了 然後我們就 讀這個 這個Packet 然後看 哪些是最重要的地方 需要 加強 然後我們也有 差不多 10到11個目標 可是我給你們 配上了 最重要的四個 是 所以Jerry有看到 四個訓練的目標 那是也跟現場的美女朋友 來談一下 so far 到目前為止 覺得 現在下的訓練成果 成效成果 現在 幸運很好 我知道 球機先結束之後 我被上門燃燒 所以我不想念球 可是我 度假了 差不多三個禮拜 三個半禮拜 然後就是我對籃球的熱情 就開始回來了 所以 我從差不多 5月16號開始訓練 到現在 每天都在訓練 然後 但是我現在 非常喜歡訓練 就是我每天都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就是 很好玩 我很喜歡就是 挑戰我自己 然後加強我的籃球的技巧 好 Jerry你再談一下 當然就是說 在這些這麼高競爭的 職業流程 像你的訓練 也會碰到一些困難嗎 或是說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你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 你如何在感受 跟解決 現在 你們都知道 我去年 很多人的成績 不是最好的 可是 我知道就是 我很難過的時候 或者我經歷困難的時候 就 我喜歡 我喜歡 祷告 如今 我知道 上帝會給我 就是很多的力量 我需要想起 他有一個 外面的計畫 不能放棄 然後 我覺得 就是這個計畫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也是一個 自由球人 所以我知道 明年計畫 然後我感興 比我去年好很多 好 Jerry你能在這邊 大家就分享一下 過往訓練有去的過程 經典訓練的目標 以及so far 到目前為止訓練出來的結果 那接下來 我們要請Jerry 另外還有所有的 媒體系的朋友 我們把目光 放在我們身後 這一個大螢幕 這是 在社交媒體 有一些球迷 他碰到一些問題 想要請問一下 Jerry 首先 第一個粉絲要問的是 他想讓他自己 在場上 變成第一 那不管練習的時候 他自己第二第三 都不所謂 那他希望 在夏天的時候 每天加上他的運球 希望能夠 跟林書堂一樣 讓他你的運球 成為自身的力氣 那這一點 Jerry來談一下 你給他運球 什麼樣的建議 我應該請我的軍事 跟你們分享 可是 我覺得 運球的時候 就是 你需要想 現在在比賽裡面 不能就是 百分之五十 或是百分之七十 五十 你需要 每次你在 練習的時候 因為有些時候 都在這裡拍球 因為 腳會很無聊 可是你需要 你想 我現在在比賽裡面 想像 你的對手 就在你的面前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來看下一個粉絲 下一個球迷 下一個球迷 他說 還有看到 豪哥 Jermy所拍的 這個最新的 My Story的訓練影片 才發現 籃球最重要的 其實不只是 場上的表現 訓練 才是你的重點 那他說 希望他能夠 提高 進去的能力 Maybe 在跟人家搶籃板的時候 可以把 對方的球員給抵開 然後不惜的 進行半會 那關於要提高 進去的能力 Jermy 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提高我的 Core的Strengths 最重要的 因為 第一 不管你是 頭來 或是防守 或是練習 都是從你的Core開始 所以我知道 我自己 我有在我左邊的膝蓋 有手足 然後我也 我的腰也有問題 有時候 所以我知道 我的訓練是 他每天都要我加上Core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直至於 照著林初豪的建議 有機會 能夠再進去 打爆對手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位球迷 下一位球迷 這口氣很大 他說 他是信義小初豪 切入草上飛 不過 Jermy知道什麼叫做 切入草上飛 這個我需要解釋一下嗎 你需要切入 對 Dri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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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來 兩邊的草都會飛 就是 讓開一張 所以他是對他的切入 對他的Dribble 非常有信心 可是他說 他接下來要在Idea 是地理球場 每天 逢101顆三分球 來加強準度 這個看起來 這問題比較不少 Jermy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很尊重他 也要很努力地出現 我覺得 投籃就是 需要每一天投 每一個人的投籃動作都不一樣 你看 像 Steph Curry 或者 LeBron 或者 John Wall Dirikos 他們投籃動作都是不一樣的 可是 最重要的是 就是 你需要每次都訓練 然後 就是 有那個 muscle memory 所以你每次投籃 都是一樣的動作 是 晚上我們在Idea 101球場還有活動 我們期待 見到這位 這個 幸運的小富豪 那你們跟他 表演一下 什麼要多切入 草莊 好 那 您說到這邊大概談到 我們在社交媒體 有幾位球迷 想要問Jermy 他的一些問題 那 接下來當然 Adidas 在今年夏天推出了 零數號專屬配色的鞋款 就是 我們中間的這個 那 Crazy Line 或是Granet 2015 那 我們去了解 這也是 Jermy 將在下個賽季 執政戰場上的 所穿的戰區 那我知道 其實你之前 已經在其他地方 已經有試穿過 是不是 來談一下 你對這張新型 這張新的賽季 你先談一下嗎 我 我在美國 還沒 還沒離美國 到亞洲的時候 已經有這雙鞋子 然後他們送給我 所以我就開始穿 然後 我去院的時候都會穿 然後 我就是很喜歡 Crazy Line Boots 因為 最重要就是Boots 這個Boots的技術 非常舒服 然後 如果我不喜歡這個鞋子 我明年一定不會穿 可是我已經很喜歡了 所以我已經告訴他們 不管我新加盟哪個隊 一定要給我這個Crazy Line Boots 我們隊的顏色 然後我也很喜歡就是 Low Type 比較低的 然後我也喜歡 比較輕的鞋子 所以我覺得鞋子 動作都可以比較快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Crazy Line Boots 現在學院的時候 還是也是穿這雙鞋 像他們 他們一天早上給我 我的 我自己的 古人的 Player Player Mission 所以 我有 看到鞋子 可是這是我第一種 自己有的 Player Mission 紫色黃色 深結紋的配色 那我們也希望 你說好呢 下個賽季年 能夠穿這個Crazy Line Boots 能夠在下個賽季 而別的戰場上 有好的表現 那Jeremy 另外呢 那當然就是 我想現在也是 是台灣的夏日的時間 比如說這天我們 艾基達斯的明天就是 Nake of Summer 你對於就是說 球迷朋友 在一下日想要投入籃球訓練 或是去健身房來進行 身體能量的訓練 你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我每年的經歷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就是 訓練的時候 打籃球的時候 一定要 需要好玩 我覺得 如果不是好玩 就是 你是浪費你的時間 真的 因為 大籃球應該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第二就是 不要怕 改變你的缺點 我跟我的訓練師 我弟弟 跟我們通常 就是 天然我們的籃球技巧 的時候 我們都 常常會說 我們要把我們 學一點 變質的優點 然後 我以前小時候 我最不能就是上籃 我小時候只會投籃 可是 到高中之後 我的 我的 高中的籃球教練 他就 告訴我 每天需要 就是 一百 就是 上籃一百次 然後我就慢慢健身 一個人會上籃的球員 所以我覺得 你今天需要 全努力的去你的確定 好 那今天Q&A最後 我們要請Jeremy 也把 目光教練 放在我們的身後 同時也請 所有的麵記記者朋友 犯了所有的身後 這是去年 last year 文化社會 王偉智 對 Jeremy 還記得去年你的話題 王偉智 我們知道 那時候你在Adidas的旗艦店 其實有 蠻多球迷 不認識你 真的以為你是店員 哇 全是63分的店員 那以後 有些球迷知道 你一下就認出了 那這個影片 後來放在我們YouTube之後 也成為了台灣 再去跟說 當年的十大最佳影片之一 這有點 酷手影片 今年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機會拍這樣 類似酷手搞笑的影片 來跟球迷朋友一起 啊 嗯 或許有 或許 沒有 現在 不知道 我覺得 去年 這個影片給我很多壓力 我們已經需要做一個很 好很 有創業的影片 可是我 不知道我們今年可不可以比去年好 所以我 我想一想看我可不可以 有一些ID 好 這個問題我們就讓Jeremy 來想一想 因為畢竟這個呢 是要來 酷手當個演員 那 如果有的話 我們也希望Jeremy 在今年 能夠拍得更好笑 更酷手一些 好 那謝謝Jeremy 來參加了PURELY的問題 那接下來 我們要來進步呢 到場的正中一段 那麼 今年呢 當然IDAS也趁著 林舒豪的榜台 這期間呢 特別邀請了Jeremy 要跟球迷朋友 還有跟現場的媒體朋友 一起來分享一下 個人的訓練的菜單 那 這訓練的菜單呢 包含了 林舒豪呢 在夏季訓練的 包含了穩定性 然後另外還有 敏捷度 以及 肌耐力 那我先來掌聲 來歡迎一下 三位年輕的球警 他們分別是 泰山高中的 陳秉強選手 陳立喜選手 還有楊皓澤選手 志祺欠掌隊朋友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 那也要先來 謝謝你們 我們來移植到 球場的右岗 好 可以 可以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區域的菜單 看起來有一個類似 堂力這樣一個 區域的器材 然後另外有兩個 類似這樣一個 我們主要講的一個 其次的問題 是不是先來跟我們 每天的來 稍微講一下 這個訓練 主要是在過去的事 這個訓練就是 練我的腳 就是 叫 跑 就是 最重要 籃球 籃球 最重要就是 往上的 core 上的腳 就是 在裡面 你做這個動作 就是 要小心 看著 你的膝蓋 不要太 往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 Jeremy來把我們示範一下 示範叫 分腿蹲 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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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 林舒豪 NBA球星 訓練非常熟練 通常我們在健身房的時候 大致上看到的都是雙腿的蹲 但像看到這樣的一個 單腿的蹲 是比較少見這樣的情形的 謝謝Jeremy來把我們示範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 這個 泰山高中的 成立級選手 來把我們示範一下 這個分腿蹲的動作 剛剛林舒娃的示範 你們有看到 對不對 好 視野哥 來照我們這樣示範一下 JERBY來看一下 他的有什麼樣的狀況 JERBY說腳要放在後面 這樣子的動作還算是標準 相當標準 他稍微有抖了一下 這是很重要 因為雖然是練你的腳 也是練你的腳 或因為你主要是很bounce 因為你有一個腳在後面 所以你都是靠前面的肌肉 好 謝謝Jeremy 好 成立級選手 來 來談一下 就是說 塑膠的教導你 還有你自己這樣 下去清真示範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可以訓練臀部的肌肉 也希望能夠對未來有不好的幫助 好 那Jeremy說你表現得非常好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提到 這個舞台的正中央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很普通的瑜伽店 我們公司呢 在中國 這個示範休息時間 也有很多同學 好像應該都是同事 好像會拿一個瑜伽店來示範 應該不是這麼簡單吧 那這個是要訓練什麼樣的部分 所以這個會訓練我的core 通常 然後 到真的他們想core的時候 他們會想這個sigpad 就是很重要的 他們堂裡面有please 非常重要 你每次要去我 you know change direction 都是靠 有please 所以這是專門的店 然後我也會 加一個 就是glue glue的exercise 兩個人 互相 好 所以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在訓練起來 屁不簡單 所以我們接下來請Jeremy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同時也請我們現場的 背景師們 我們來拍攝一下 好 那當然Jeremy他也提到了 平常他在訓練的時候 他也會 加一些太太的 來去做 不一樣的訓練 來增加身體的一個強度 還有他可能是要更穩定 好 謝謝Jeremy 接下來我們要請 開門高中的第六位選手 一起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來請 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上面的肩膀 不要太往前面 幫他調整一下 幫楊浩泉選手來調整 好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正確 他有在這邊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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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子目前是很正確的 好 學位明說非常好 好 我們要請楊浩泉選手來一下 好 那來談一下 就是說 這個 酷券的妳、林教練教導你之後 自己心身下 可以示範 訓練你自己的感覺 如何 先加到 副膝 還有 手臉 還有 然後 對 我練到腹肌 也手背上的肌肉 所以酷券的靈教練 到自己這樣做 回去趕快好的訓練 接下來在賽季 HP有高中來做的一賽 優雅展現 謝謝你們 接下來我們要進去Girmy的在營造我們舞台的正右方 來看一下 這個好像是我們小時候玩跳格子 這樣的一個遊戲 但應該不是這樣吧 那這個放了六塊六角形的方法 這是製造器去練習的嗎 所以我就是 我在Triple Dread的時候 然後我要上來 通常的動作就是 所以我會 這次練我的速度 如果我這裡可以做得很好 我就可以 就會幫助我上來的速度 這邊上來的速度已經很接近了 那我們接下來請Girmy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這次我會叫1 2 3 然後聽著 因為我覺得這時候 也是練你的Core 也是練你的Balance 也是練這個喜歡玩 平衡一下就對了 好 請Girmy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1 2 3 他會提 請先掌美女接位 好 他在這邊提 再來 好 NBA球員的速度 實在太快了 不過Girmy好像對自己第一次的表現 好像可以做得更好 是不是 因為速度太快 可能現場有很多BG的朋友還沒有完全拍到 所以再幫我們示範 第二次我們再請小朋友 第一次提 第二次提 好 謝謝Girmy 接下來我們要請陳敏陽選手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同樣按照剛剛說好的這樣做的方式來示範一下 來示範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Girmy覺得陳敏陽就是太太高中的小莫為了他的表現如何 嗯 就是不要太快 你也要翹一點 然後 每次 你Lang之後 就是 Pot 不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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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StickLang 就是 聽著 這樣 所以不要太快 然後到第三個表現一下 因為這個時候 你贏困的時候 其實 你也可以來進去 所以我們到這邊第三個表現 稍微停一下 然後再請 我們再請 陳敏陽選手來幫我們示範 開始 Here we go 停一下 停個兩三秒 再來 好 謝謝陳敏陽選手 Jeramy有說你表現很好 是不是來彈一下 是不是陳敏陽選手來彈一下 就是說 這一次呢 林教練的示範你自己的感覺如何 可以練到速度 還有全身的控制力 好 所以陳敏陽選手說 可以練到速度 還有全身的控制力 好 我們謝謝開山高中的三位選手 也謝謝Polgerin 林書豪來參與我們則夏日 也通過他的夏日出鏡的菜單 我們也請 Jeramy另外還有三位選手 我們一起到台上的正中央 我們到我們的正中央 我們來站另一位 好 那當然 林書豪呢 剛剛透過他的這個夏天的訓練 同時 也交到這三位的小選手 平常他們直接球隊訓練的過程 也期待呢 未來這三位小選手 能夠 他回去的時候呢 努力的訓練 能夠加下賽季的 籃球隊賽的選手 他們這邊呢 Jeramy也有一些禮物 要送給這三位的小選手 那請一位選手來代表 對 我們就先贈送一雙鞋子來做代表 好 再請Jeramy還有三位的選手呢 我們先看正中央的台機器 請現場的媒體朋友們來補充這個畫面 我們也非常謝謝大家高中的三位選手 來參與Jeramy 他在夏天訓練的課程 也知道 也了解 要當一個職業選手 真的沒那麼簡單 好 我們再把視線的比較左邊這邊 稍微在左邊 然後 我們選手小朋友的感情都蠻好的 我們也是跟Jeramy一樣 用搭肩的方式 我們用搭肩的方式 你看我們說話題 有很多 搭肩的這位選手 非常開心喔 搭肩的方式 大家笑一個 笑一個 今天很開心 來跟您說我們來做活動 所以非常開心 我們再把視線放到右邊好嗎 稍微往右邊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好 要笑得燦爛一些喔 笑得燦爛一些 今天可以拿 錯 好 那我們在 新年這三位選手 開山高中的三位選手 也請這三位選手 回到你後來休息 好 Jeramy也跟這三位選手握手 也希望未來 這三位開山高中的高人選手 能夠在下賽前高中來 就一戰有非常好的表現 謝謝喔 受到什麼了 好 Jeramy剛剛已經分享了 他在夏日訓練的菜單 那三位的開山高中的小朋友 你一起來示範一下 希望能夠對他們的未來 有很好的幫助 那當然我們今天的訓練菜單 就到目前為止 那麼接下來 則是媒體記者提問的時間 在今天記者會的最後 媒體記者提問的時間 有沒有哪一位媒體記者朋友 想要提問的 那麻煩取個手 那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 會一麥克風來訂到這邊 好 那玉龍哥 Denis 英國日報 Denis Denis Welcome back I got a mor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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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part For the first time in your career You will become a restrained video agent So how do you think What kind of advantage or even leverage in the market The second part And so far in your career You have played for the memories Warriors And Knicks Rockets And the Lakers If you got a chance to rejoin one of them Which thing you prefer to take your talents to And why Okay 你要看一看 還是 呃 Tenry龍剛剛問的問題 就是有關自由球員的部分 然後就用中文 我們來簡單回答一下 用中文 我做rookie year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 當一個unrestricted自由的球員 我知道 我自己 非常開心 非常期待 因為我覺得 對吧 最重要的是 找一個 球隊 一個教練 他們的球攻 他們的體系 是很適合我 呃 比方說我很喜歡 就是打得比較快 打Pick and Roll 呃 我知道我在紐約 你知道 我跟Mighty and Tony 呃 就是配合得很好 因為他的小朋友 是 很像我的 呃 所以我知道 最重要 經典最重要 就是找一個隊 可以讓我打很多的Pick and Roll 然後我near 也是 我也想有一個機會 當一個先把球隊 我覺得我 呃 我自己相信我可以當一個先把球隊 呃 然後 如果我需要選 就是 呃 那我不對 呃 現在 還需要看他們 呃 就是像 Rondo 就是 如果Rondo 在 Dallas 或者 如果Rondo 到 L.A. 或者如果 Gordon State You know 每次trade 我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 會有很多的 player movement 啊 所以我還需要看 啊 然後 然後 所以 可能 Lakers 他們現在 有D'Angelo Russell 他們可能會 trade 或 Trey 他 或 Marcus 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我需要 到 呃 自由市場上的 體系學院 都這樣子 唱一堆 然後我就會知道 我自己的學生 都一堆 好 謝謝Girming的回答 非常謝謝 日榮哥 當然 那邊自由學生 從7月1號開始 好 那接下來還有哪位 美女記者朋友 想要來提問 好 那自由桌下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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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唯,如果請教練,請教練在一起 能否請教練將會去教練,請教練在一起 嘉唯,是嘉唯,教練? 也很喜歡教育 可是我知道 現在在這邊 每一個隊都慢慢 因為Analytics 可以看上來 八九三十九都是 有效益的 Shop 所以現在 看很多的隊都是慢慢到 Mike and Tony 的 機器 所以現在 一般全店 有一般隊都是 專門打Pickroll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教練 如果可以選一個 當然希望Mike and Tony 可以拿到Hackers 謝謝Jerney 也謝謝自由的嘉賓 還有哪一位記者朋友想要來 提問的 是 我們把Mike and Tony 因為抱歉我那麼遠我看不到你 是民視的某語 是某語 剛剛 林斯豪有提到說 你夏日訓練 Aufison 你要練三分球 就是你會繼續加強三分球 那你之前老參加 勇士隊的 今年的LVP Steven Kerr 他也是三分球 主票的五七支 他會是你一個非常好的 榜效率項嗎 嗯 嗯 對 然後我也是當他的隊友 所以我 我跟他 有對打 很好幾支 所以我可以看 我覺得 他是很特別的 球人 因為 有些人他們只可以 或者他們只可以 運球 然後投三分球 或者 他們只可以 就是 呃 別人演護 幫他們演護的時候 他們可以投 他 每一個三分球都可以投進 啊 所以我覺得 我今年 呃 這個季外演 也在練 不同的三分球 呃 希望 呃 也希望 我 調主的 呃 動作 那個 出手的位置的時候 都會 幫助我 啊 不管是運球 或者接到球 都會比較 呃 是 好 謝謝Dermy 謝謝博宇喔 那剛剛您說 所以看到 夏日他時間重點 其中一項 也就是 帶一個出手他的姿勢喔 好 那還有其他 的分析系的朋友 要來一起問 好 你好 我是BOX 魚孩的 秋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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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經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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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加州人 那 後來是他們的 對手 那你身為一名球員 還有 剛剛提到的這些 對於來說 你有什麼 讓你有什麼感覺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常常 剛剛我看到 你常常拍一些 呃 比較有趣的Videos 像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覺得非常的 覺得看得非常開心 呃 呃 娛樂 大家 那 比賽 比賽 對來說很重要嗎 呃 呃 耶 OK 呃 呃 我以前是一個 就是威爾士的粉絲 可是我 到NBA的時候 就是 不是一樣的 因為我自己在NBA裡 我自己一直跟他們搭 所以我覺得 如果自己不在紀後賽之後 呃 我真的沒有特別專注 呃 NBA的 the final 或NBA的紀後賽 呃 我知道我的朋友 呃 我的家人 他們都在看 可是 呃 我自己就是 不太在意 這個紀後賽 呃 然後 第二個問題 呃 到 那個影片 呃 就是拍一個Youtube 最後還是很好玩 然後第二就是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個性 因為 通常他們看到我的時候 他們只是看我在 修場上的時候 啊 然後我在 我打球的時候 不常常笑 我不常笑 啊 比較 serious 所以 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影片就是 分享我的個性 我希望大家都 呃 不是 不是太serious 呃 呃 我知道 就是 我們的生活都是一個 一個buzz 每天都要 希望可以開心一下 很多 所以我 我 我 我喜歡拍這個影片 好 謝謝Germy 也謝謝Michael 大家看到的說 因為 拍這個影片可以 比較會嚴肅 然後可以看到比較輕鬆的影片 還有其他的 呃 媒體系的朋友 想要請教問題嗎 我們來把他的東西說 是 呃 呃 呃 這邊嗎 呃 DG 是我 是 你好 不是 你這個地方實在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你又長的黑黑了 我是你最好的搭檔 是好的 年晚的一陣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過去五六年以來 台灣這麼多趟 那你也去過一些地方 你覺得最好玩的地方是哪裡 最好吃的東西是誰 第二個問題是 你剛剛有說 DFNCH年齡建議所 你的票口的出走率太高 需要做修正 這跟Steven Curry 今年在總冠軍戰 在季候戰 他的控球 他的扣完 這次能得到他的啟發 或者是在他的影響關心中 呃 OK 謝謝 呃 第一個問題 呃 呃 最喜歡的 我們是去 也是 也是 我每年 都 去 十分鐘 十五分鐘 就比較多了 呃 所以 我希望 有一年可以 留在夜市比較長 逛一逛 呃 從小的是 最喜歡 呃 然後 呃 第二個問題 其實 Steve Nash是告訴我 需要 呃 調整我的背 我的背 呃 是我自己 我跟我的投籃的 呃 教練 跟我的修運師 自己看 我覺得我應該 調整我的 投籃動作 呃 可是 我覺得看 Clay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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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瑞 這些球人 他們 投籃就是 呃 他們每次投的時候 就看起來就是 舒服 然後他們很顯利 因為他們的動作 很有效率 然後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需要改變太多 我每年的 民眾員都是 呃 往上 呃 我先開始的時候 是百分之二十 然後 總是 百分之三十三 三十五 沒有整齊 那 之類的 所以我知道 我已經在進步 可是 我自己 呃 真的不是難以 我相信 我可以到百分之四 好 謝謝Geremy 也謝謝坤哥 那 因為現在蠻多人舉手 如果說沒有看到你們的話 也麻煩你跟我舉個手 然後 像剛剛坤哥一樣 抱上自己的名字 或 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搭檔 都跟不同 Katoni跟林舒堂一樣 這點保留啦 好 現在還有個其他兵器的朋友 想要提問你 好 謝謝 你好 我們第一電視的選擇 不好意思我要問一下 今天掌控你們記錄的問題 就是說 這一次台灣的這個 遊樂園的爆加事件 然後你提過 這次很多都是一些年輕人 當然很多的年輕人 想必也都是你的球 您自己也受傷過 您自己也受傷過 對於這個復健之路 您有沒有辦法 給他們一些什麼樣的 復健的記憶 我第一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經驗 不能跟他們的比 他們的比較 比較 serious 很多 所以我自己 我昨天早上 或者是 昨天早上 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是 裡面非常難過 我覺得 他們去一個很好玩的活動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 你懂 像我昨天晚上說的 我會為他們祷告 然後我希望他們就是 可以靠上帝 不知道 我每次今天回來的時候 就是上帝還會 我 但是 那時候都要 也拜託 謝謝 謝謝Jerry 最後一個問題 現場的 現場的媒體者朋友 請 請公務員 一個拜託上 你好 我是美國 我 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剛提到說 就是全NB的戰術 越來越虛强於 Kick and Roll 那但是每個教練 應該都有每個教練 自己的壓想到 那有沒有哪一個教練的 特別的戰術 最強的 這個我沒有想到 還可以這樣打 這樣子的感覺 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在上一站 北京的時候提到的 很多有關單挑的問題 那我想說 有沒有你在單挑的時候 對手 給你的評價值是什麼 然後你希望你在單挑的時候 給你對手什麼樣的影響 謝謝 謝謝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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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要在 嗯 嗯 對,OK,好,對不起 Dream,你想一下 我覺得在NBA 兩個教練非常聰明 就是Greg Popovich and Doug Rivers 他們兩個是打很多的Pick and Roll 可是每一個隊的Pick and Roll 然後每一個隊的Offensive Step 都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球員都不一樣 所以你看 這是Los Angeles Clippers 他們有Chris Fox 他們也有J.D.Renick 他們也有Way Griffin 所以很多時候 不是打Pick and Roll 你會需要有別的Offensive Steps 然後他們每次比較Time-Off的時候 Greg Popovich或者打Gripp 比較Time-Off的時候 他們每次就是那個Next Play 都是非常有創意的 你不知道他們會叫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打 對的 是最難防的還是什麼 是最難防的還是什麼 就是希望給對手什麼樣的影響 對不起,我麥克風再給你那個 做本來的打擾 是想問說對手是怎麼的影響 然後你希望給對手什麼樣的影響 對手是怎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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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是 不能 所以比如說我跟 我跟Russell Wesker 我知道他的優點就是上來 然後他很會用他的左手上來 通常是右手 可是他很喜歡用他的左手 所以知道他 如果這是他的優點 一定不要讓他用左手上來 需要讓他的頭來 或者什麼 所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就是了解這個問題 就是 所以重要就是不要他們 做他們的優點 那今天的媒體的記者朋友 問題問得非常多 我們再開放給記者朋友 好嗎 這邊這位 來 另外一位的彭文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今年的那個中環是在 Metroid 在記者過期中 期待的年紀第一隊的其他人 那如果這個年紀第一隊的五個人 你最好選擇的話 你最想跟哪一位球員合作當隊友 那理由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想問一下你最好自己 會不會玩fantasy的遊戲 如果你玩的話 你的狀元會選擇哪一個球員 謝謝 你最好選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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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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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ing 可是第一年的表現沒有太好 所以我答應了自己 從現在我不會 如果我自己在NBA 我不會打Vancy 可是我知道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他們都打 所以他們都說 我今天是Vancy Draft 我選了你 你今年最後打得很好 每年都有很多朋友這樣跟我說 我回答的都是一樣 你覺得我的壓力是Vancy Draft嗎 真的是Vancy 你的Vancy League 我自己很不在意Vancy League 所以我覺得很好笑 LeBron LeBron James 好謝謝Jeremy 希望你提供Winnie的回答 好再次謝謝林樹豪 Jeremy的來參加我們幾個位 謝謝 我們再把我們請林樹豪移到 長得正中高 再次也謝謝各位的Vancy 今天參與 我們下一個也會請 林樹豪先回到後台休息 再次謝謝林樹豪 謝謝大家 謝謝 他也有過 我們先進去 桃柴 快點 我們先進去 夢中 我們先進去 可以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